说你们最焦虑的是什么问题 最矛盾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最困惑的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一个就比较集中的 我就发现特别集中的是一个挺逗的一个事 就是说不想工作怎么破 你知道这个事挺有意思吧 我过去我老说成功学的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老 所有成功学就是说你要做你爱做的事情 你要追求 你看我当那帮综艺节目那些选秀节目的评委 每次都安排必须得说一句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说你就应该去做你最爱做的事 那有个学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就爱睡觉 我什么也不想做 那你是不是鼓励我就睡觉呢 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事挺有意思 就很多人就是说说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工作 我想待着 可是我活不下去 我必须得工作 可是工作我不满意 不满意我想辞职 可是辞了职我怕更挣不着钱 活都活不下去 所以说老师你说这事我怎么办 现在工作成本太大了 比如说你年轻的人一个月拿了工资 租房 他可能他的工资只能租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坐地铁上班 早上那个乌洋乌洋的人挤得那像鲨鱼罐的样子的那个 他的那个每天这个上下上班两个小时的路程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不幸福 太不幸福了这样子 你说日本的这个上班 他住在那个东京的边上 他交通很方便 也不是有一个人拍照吗 这么拍日本早上还在睡觉的那些上班族 脸都贴在玻璃上面那种 他实际上也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年轻的人就是这种上班 尤其在这种大城市里面工作 他的实际上是生活指数真是不高 真是不高 所以这个现实的话我就想 真不想上班了 就是这种情绪 可是还得上 还得上啊 怎么养活自己啊 陈老师你说啊 你们都是 你们年轻的时候啊 爱好不但有 而且就感觉极其强烈 我记得丹青老师就说 他就说 他说他喜欢画画 平常见一个人呢 见一个人 你记得你原来跟我说 他这手揣在兜里 他都勾这个人的轮廓 我现在还这样 那跟特务似的 不是 这就生理习惯变成 是这样 就是你刚才那句话说 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 下面一定要跟一句话 就是同时你要付这个代价 那工作也是一样 就是你不要工作 OK好 你只要付得起这个代价 你就别工作 其实很简单 但是你说的情况是真的 很真实的一个问题 很真实一个问题 它里面什么呢 好处说就是现在选择多了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 不要说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单位 很简单 有个单位 我画过骨灰盒 然后我做过文化馆的 见习美工 为什么画骨灰盒 就是可以不下地了 这个村办企业 就是有一个骨灰盒场 就农民办的骨灰盒场 说我们今天要你过来 因为我第二次插队嘛 就是又要分他们的口粮 发现是加入绘画画 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画过600多个骨灰盒 还很高兴 不要去种地了 21、22岁的时候 这样你在村里就不用下地了 给你调到大队去 就有一份工了 所以我们当时还不敢 不敢想象有个工作 就有短期可以不下地 就是最高理想 所以我们当时要求很低 所有人要求都很低 今天选择多了 出国啊什么 光是工作就有无数种选择 所以人会比 比到后来发现有比不过 最后我操 我不想上班了 我不想工作了 所以这是很沮丧的一句话 没出息的一句话 索拉老师呢 我呢是 我觉得小孩吧 他有一段松是挺重要的 比如说 我想我的70年代 那正好是我父母都被关起来了 就我 就小孩们在一起玩了 就是然后呢 没有又不上学 那文革嘛 那段时间呢 对我来说 其实挺有好处的 就真的是没有工作 然后也没有学校可上 你就散着吧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先有一个漫游的状态 然后你再慢慢地想 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书 看这个画 你是怎么回事 你有一个挺长的时间去想 然后这样的话 然后慢慢 后来我当然也有工作了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散漫的时间 对一个孩子挺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就因为这个呢 我就总是 我不反对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呢 他如果休学一年 就是快就是在他快毕业的时候 或者在他有一年休学 然后再让他冲刺去毕业 就是这个可能对小孩是好的 因为他有一年 他可以就完全放松 没有压力 比如说快毕业前一年 就是休学一年 就是让他去到处跑 后来我发觉 有些孩子我就帮他们 就是我鼓励他们休学 还有一些孩子 他们自己家长休学 也告诉我 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 小孩就出去玩去了 就是然后呢 他们到处去玩 其实给了他们一个兴趣 他们看到这世界什么样 这样的话 他矫正他自己的位置 因为其实小孩 是不知道他要干嘛的 谁只有 当然比较有才能的小孩 像单轻这样的人 年轻的时候只要画画 但是大部分小孩 他是其实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直到都大学快毕业了 他还不得 他那个学的 那可能是家长逼的 是学这个 但是其实包括学音乐的小孩 也不见得 学完音乐以后 他真的想干音乐 就有时候是家长逼的 从小弹琴 然后他就学音乐了 所以到底他怎么回事 他还要找那个位置 他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松动对孩子是特别好的 就是 所以他对 最后他找到一个关系的时候 他再去工作 或者他再感觉 但是当然就有一个现实的东西 就是说你突然一下 你得养活你自己 这个怎么办 谁都得经历这个 你讲的这个是 所谓家境可以有保障的 那个家庭 如果是普通的那种 家里供不起的 对 你这样晃一年 他怎么办 我再跟你说 这个你往身里说 人有没有一种精神状态 或者说人生状态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前几年吧 2012还是2013年 我觉得有一个湖北实验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 大学毕业生 然后在学校呢 当了几年老师 大概是觉得 这个工作不是自己 特别愉快的 他们家的农村 就回村了 回村了 你知道吗 他 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从来不下地劳动 也不挣钱 到最后发展到 吃怎么办呢 就是偷邻居家的 这个菜叶子吃 就吃 然后就是村里人都知道 整天这个头发就披到这 然后他老师说 好久没见他 在窗户叫一声 就给了根烟 就伸出个鸡爪子 这个手拿着抽烟 最后多少天没见着 饿死了 就是一个人 我觉得这算是奇葩嘛 你能理解吗 就是他 他就是什么也不想做 甚至懒得去谋生 甚至于可以 他是个有理智的人 当过老师啊 他怎么就最后活活就 把自己饿死了最后 我觉得他可能有忧郁症了 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特别不高兴 这个你比如说你刚才你讲 你讲日本 你知道现在有个字就叫宅吗 就是日本有一个电视剧啊 就表现这个情况 日本一百多万 就叫什么宅男宅一族 就是他一直就在屋里待着 前一阵不是爆出来一个 全球好像都都都都瞩目的一个 27年这个人这个一个 没有出过门 没有出过门 甚至没有电脑 后来他是在全球网友的建议下 说你可以有一电脑 他才有了一个电脑 就不出门 就日本有个电视联系剧 就表现这个情况啊 虽然是电视剧啊 但实际是真的 就说这个就有真实原型的 你想多多少年 父母就没见过这孩子 就是把饭拿进去 跟坐牢似的 这父母 都不跟父母见面的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这肯定他不是个老爸 你看看这段 肯定是老二老三 给他呢 谁打开 我给他 我给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人类一开始就血距动 我们血距动物 动物的历史 大概长过人类文明时期 就在洞里面 然后当时没有工作 这一说 活下去就行了 工作是文明以后的事情 人类总有一些本能 很远很远的本能 在有些人那儿 就冒出来 他真的可以不出去 但是血距的时候 好像也出去晒太阳 我也想到这个 不是 他出去晒太阳 对 怎么连太阳都不晒 没有工作 没有社会 没有今天的一切 但是这时候 会去晒太阳 但他本来就血距 因为血距还有一部分 是避免伤害 外面动物要吃掉你 或怎么样 所以人类是 很聪明的动物 就血距 现在老鼠啊什么 还有很多 还是血距动物 所以我相信人身上 一直残留的一些 完全没有洗干净的 一些很远的积息 老鼠会出来的 你比如说 我记得我有一次 跟文道聊天 他就想 当然这两个概念 没什么关系 就是你那天讲 这个川普啊 当选啊 是因为选民当中 他有一个沉默的多数 就很多人 他也许 你调查他 他也不会说话 但是他投票的时候 就表示 没人调查他 对 根本没人在乎他 这个群体非常大 可是呢 就还有一种情况 你比如说 班里爱发言的 爱提问题的 似乎是有爱好 有冲动的 这些会比较引起注意 对 你比如说 有一次文道就跟我讲 他经常去大学讲座 那就做 他讲完了 非常希望同学提问题 也有 可是他会发现 很多经常 很多就是茫然 对 啊 这啊 张着嘴 那么 就是 就是我其实挺理解 就是我们家过去周围 都有这样的孩子 就是世界上 有没有没爱好的人 有 就是 就像晃来晃去 就所谓 你叫迷茫 可是对他来说 只是个活着吧 没有特别的野心 也不想特别干什么 有 有 很多 这差不多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就是 人的价值 被我们说出来的 我们赋予人各种价值 不得了的样子 其实最简单 很多人没有要生出来 他 你又没有问过他 你要不要做人 对 他就生出来了 你没征求他同意 生出来以后 他发现所有这一切 我不要 所以整个表现 可是我已经活着了 对 我还得活下去 整个表现是违反个人意愿的样子 是吧 我离死还有很久 那叫我怎么工作 我别 我不要 就这样 所以你就 我不知道你说那些人是不是这样 是 我就在揣测 当然你看 你讲这哲学 这也深了 就是说 那你要 通常就咱说这种孩子 他也没出息到底了吧 可是你知道 我会想到这个古希腊哲学里有一派叫犬儒 这个犬儒 我忘了那个叫迪摩什麽尼 就那哥们 他是说 我呀 就是不要任何物质的享受 我就像狗一样在街上待着 我什麽都不干 然后呢 常年不是就在一个木桶里待着 后来就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来了 就说我是亚历山大大帝 你说你有什麽需要 他说这闪开 你挡了我的阳光 你这晒晒晒晒 他就是老头在这 至少还是太阳 到了阳光 你说这种 牛逼啊 很早就把这个问题扔出来了 对啊 这是你说的很对 这实际是一个人能不能这样活着 其实我想很小的小孩 大很多孩子是有这种感觉的 是是是是 什么都不想的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好像我钻在桌子底下 就可以一辈子钻在那 我有这个感觉 是血居本的 对 大多数人来说 小孩会有这个感觉 不要说工作 长大都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不得不接受的事情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 他没办法 那么你看为什么我自己感觉 就是我是60后嘛 我想的时候啊 我觉得好像盼着长大 就是希望早点长大 像大人一样抽烟可以干很多事情 你今天问很多这个年轻人啊 他不想长大 对 那我说是因为你现在过的日子好吗 是很幸福吗 害怕就是他不想长大 有责任感 长大以后可能是 那咱们小时候怎么没想 我想时候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个例都不一样 每个人 而且你被逼着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代就是说 那责任感是被逼着 逼着就 你想文革 你就得逼着你有一种选择 然后呢文革完了以后 你再上大学什么的 就各种各样的 80年代什么之类的 中国就各种各样的 再加上家长 再给你 家长都给你压力 你说这个那你要说作为他这个父母啊 会不会觉得就忧心如焚呢 当然当然 我好奇就是你这个问题是调查出来的吗 对啊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一个现象 就不想工作怎么办 这当然他还到不了这个什么 迪摩西尼还到不了这种 这种程度啊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是似乎是感觉到 咱们老说你要立下大志啊 你要有个目标 那没目标行不行 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目标 那么好 我知道我得活着吧 我活着我就干这个工作吧 干这个工作呢 我也不喜欢 那我只不过是为了拿这个工资 对吧 那你说他是这么一种状态 而且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种 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 就是说他拿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比 但我觉得比的太简单了 他比如说他说这个西方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比如说是个平面的 这种民主社会 这平面的社会呢 平面社会呢 就每个人追求就是超过自己 就是自我激发自我潜能 所以你看西方是那个冒险家 就是这事都死了 但是我要突破极限追求自己 他说这个东方呢 你是个等级社会 等级社会呢 你希望的就是上等级 或者说冒军意义上讲 就是比别人强 人上人嘛 人上人 就做人上人 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比别人强 但是当你目的比别人 要是这个目的的时候 就累 累了 太累了 累了 再一个可能有招的 能靠爹的 那就走捷径 对吧 因为会比你强就行了 对吧 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就业啊 和工作的这种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的话还是蛮公平的 比如说有一些农村的 小地方的孩子 他后来进到这个国家的机关 什么 现在我觉得这机会也很少了 基本就拼爹的社会啊 同样的选择 这两个都差不多 那有一个有关系的话 这个就递出来了 许磊说的很体谅 就是他刚才你工作成本的问题 种种 还有工作回报 你想现在年轻人 大学毕业多高的学历 他立刻明白 就是再过50年 我都买不了一个公寓 也以我这样的工心下去 但你说的那个是非常彻底了 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喜欢 我什么都不想做 这是更极端的一个人群 我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呢 我看呢 其实更多数的人还是 他为什么焦虑呢 焦虑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不是个事 或者说我将来怎么办 或者说我老了怎么办 我这么活着 那么这个其实还是没钱嘛 对 调查最多的就是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缺钱 那这事你说该怎么解呢 对对 但你很难说这是社会问题 还是比方心理问题 因为他没希望 你那个时候有希望吗 我那个时候 一个是绝望 因为不知道文革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村子 一方面是绝望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 好像我们那会很鼓励个人奋斗 你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出房子 我在农村待了一年以后 我觉得我就在这挺好的 真的我是属于这种 我待了一年以后 我就记得有一天走到田梗上走 然后看那些蓝天 看那些庄稼 我已经汇重了嘛 我就想我就可以一辈子在这待 我挺高兴的 我们有一度接受这个命运 其实我真的会在这个村子待下去 在这结婚 在这个生孩子 甚至有乐 做农民 现在已经有人 有人现在重新回到农村去了 在城市的竞争当中 原来做管公司的 做的还值得蛮高的 他觉得这个 就忧郁症啊 其实工作压力特别大 指标要完成 他身体也不好 然后脾气也不好 然后他们农村去 住一块农民的地 种地 然后每个星期的 往城里面这些 有微信嘛 就送菜 环保的这些菜 他身体也好 人也开心 他做了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挺好 就没有功利的负担 这是最好的 他也能有营收 他也有营收 你比如说 我上次就觉得 这个老一辈肯定就喜欢 对年轻人说这种话 就是我在香港老打低 我了解社会情况 主要靠地日司机 我发现香港老地日司机 就我骂 就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就在香港上街闹事的年轻人 他说的倒不是什么政治 他说呀 他说现在就这帮孩子 他说我们香港那个时候 他说我们 他说我是每天等着那个面包店 当天卖剩下不要的面包 我是吃那个 他说我都很快乐 然后我们就拼命地干 就个人奋斗 对吧 我都没有读过书 他说现在我这个孩子 一点苦都吃不了 你大学毕业 说你上街 说你反政府 你反什么 你连个工作你都不肯做 对吧 然后你说那是社会的原因 那是政府的原因 所以我要我要上街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香港 一个老地日司机 他会这么看 就说今天的年轻人 就一点苦都不能吃 就稍微碰点挫折就不干了 就太娇气了 然后呢就把这个怨气 或者是不满意 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就是导向这种政治 或者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要审慎去说的 就是和平年代太久了 除了局部战争 中国世界历史 从来没有这么久的和平年代 和繁荣的年代 二战以后 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 只要是和平年代 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不 我倒不 我觉得和平是好事 是 但是人类就是下车的 就是一旦好了 它这个毛病就上了 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想 我在想西方的 就是欧洲很多高级的哲学理论 其实就是在这样 因为大家厌倦的一种状态中 可能很多有些想法就出来了 那想法就和前面人就不一样 比如说浪漫主义之后的很多想法 其实就是欧洲人厌倦了 才出现了各种存在主义 各种主义 是和前面的所谓特别激进的那些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我想可能 战争很有关系 是 但是我就在想 这个长期的和平和长期的厌倦 也不见得 当然就有很多细节 就是很多得有社会工作者和老师们 去关心孩子的这种厌倦 但还有心理学的教育 但是在这个之后 如果一旦孩子觉醒了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想法 是我们想不到的 就是在这些厌倦过的一代里 因为你厌倦 我们这一代的厌倦 不算真的厌倦 太激进了 就是他做的是很多事情 真的在厌倦的一代中 如果真的产生想法 他的想法肯定是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可能会很有意思 如果他真的醒过来以后 从厌倦里